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首先请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 最新民调显示 施政焦点华府与民众脱节 华尔街日报与国家广播公司 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 白宫与国会认为 应立即采取行动的贸易与简化税法议题 都未进入民众最关注的五大议题名单 这五大议题依次为创造就业 打击伊拉克与叙利亚的伊斯兰武装分子 减少联邦赤字 以及保卫美国边界安全 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 中国的经济列车不会失速 保证不会有金融风险 遇各国无需担心 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 跌至24年来最低 外界有关经济放缓 影响世界经济成长的担忧越来越多 但正在瑞士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 中国总理李克强 21号向与会者保证 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他要各国不必担心 中国经济放缓 哈克中学两位华裔学生 入围英特尔科学奖总决赛 2015年英特尔科学奖总决赛名单 21号揭晓 选美40名入围高中学生中 包括两名圣和熙哈克中学的 华裔学生 王中伟和金城 两人将参加三月在华府的总决赛 王中伟的研究课题是以电脑辅助 分析原发性结肠癌基因转型 金城则是用人工智能分析大量数据 研究人类DNA的演变 微软Windows 10上市 抢行动市场就急赘市战率 微软21号在发表会上宣布 今年正式推出Windows 10 微软执行长纳德勒 努力降低公司对Windows的依赖 微软正在开发的语音数位助理 和新的行动浏览器 渴望重申这套作业系统 在微软的未来扮演关键角色 金山总图影视节目网上免费看 旧金山市立图书馆提供全新线上资源 可在智能手机以及各种电脑上 观赏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和有声书 在电脑上免费见免费看 到期自动归还无过期罚款 以上新闻由世界日报提供 感谢您的收看